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庭审那天 齐文静说 他们打算在楼梯口伏击王贵平的计划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郑夺忘了把照相机的拍摄提示音和控制灯关掉 郑夺跑进了船舱 不过奇怪的是啊 他竟然把手里的弹簧刀硬塞给胡白手里 王贵平进来逼问 郑夺非但没有解释 胡白并不是拍照的 而且 还把胡白往王贵平面前一推 现在这个手机都可以拍照 他为什么 非要用这个胡白的照相机 他真的当时有那么慌乱吗 就把照相机这个功能啊 就搞错了 这个事情败露的时候 他在暗处 他完全有能力啊 把这个王贵平啊 给支付 对不对 他为什么非得要掉头跑回船舱 把这个藏皇刀 给了这个胡白 以至王贵平回来的时候 一看胡白 那个紧张的脸 他就断定了他的这个怀疑 你看这教室的劲 先别聊这个了 先听录音去 走走走走 我给你们听一段 两个人的微信语音对话 哪两个人 何首义和何小鱼 何小鱼是谁啊 何首义大女儿啊 在当地的旅游公司上班 这修鱼的时候啊 老给她把传递一些旅游信息 打结旅游公司的渔船生意 这不就是窃取公司秘密 然后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吗 嗨 那头道德问题咱管不了啊 把那段渔船案的微信语音调一下 你先听这个 怪了怪了 小鱼你帮我想想 他想干什么呀 爸 你事情都没说清楚啊 这船都要开了 这人跑来硬要上船找朋友 说如果在 他也去登险岛 不在的话 他就下去 我想他要是能去多好 又能多赚五百了 你就让他上船看了 让他上船看了 看到他朋友了 我也问他 他就摇头 可却不走了 痛快地叫了五百块钱 等船开了 我现在有点害怕了 可是最近我们公司在说 专门抓这种黑船 抓到了每个旅客 罚款五千呢 可万一要不是呢 把他赶下去 我就亏大了 今天本身客人就不多了 赶紧回码头 现编个理由把他请下去 万一他真是卧底咋办 回去 算了算了 人家不听咋办 抨运气吧 但愿老天保佑 行了 这段语音啊 是从何小鱼的手机里提取到的 而且我们也在林语和齐文江那得知 最后上谈的 确实是郑多 但是把这段语音啊 放给他听 这小子说 听不明白这俩人在说什么 他这是在敷衍 就是啊 这何首义又死了 死无对证 所以才把这段语音 归到无意义的死证当中去了 咱们设想一下 这个郑多上船 他一直是有目的 他上船以后看到自己的目标 他才决定留在陆岗18号 但是这个目标呢 他不可能告诉何小鱼 那么我们再往下推他 他这个目标啊 是不是这个富败 他上船的这个目的 就是为了杀死富败 只是后来啊 有了王贵平结团 才出现了很多节外生枝的事情 我们可不可以大胆地推测一下 郑多其实是一个雇佣杀手 是受了别人之托 要杀死胡白 于是跟胡白一起上了船 想在船上动手 咱就说他是一个杀手 他这么一个杀手 他制服不了王贵平 王贵平 能是他的威胁 名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